日前在前鎮區有位輕微失致了老夫人 迷失方向找不到回家的路 而在路口直勤的袁警上前詢問才發現 夫人對於自己的住家地址 以及相關資料只剩下模糊的記憶 但所幸袁警細心找到阿嬤身上的安心手鍊 這才順利與家人聯絡上 經過我們同仁深入了解 該名婦人她患有輕微的失致 回所了解 剛好發現她這名老夫人 她帶有一個愛心手鍊 裡面有寫著她的名字 跟她家人的聯絡電話 幸好長輩身上留有聯絡資訊 這才讓袁警迅速的替阿嬤找到回家的路 六龍派出所所長中大偉也進一步表示 在社區經常發生老人迷途的狀況 因此也希望民眾多加協助家中的長輩 佩戴安心手鍊 或是在身上留下簡單的資料 這也能使袁警上前協助時更加快速順利 一般我們也會發現 迷途老人 她的衣服常常會 是有她的名字跟家人的聯絡電話 那也是有發現 一些迷途老人她的口袋 也是會有一些字條 都是家人的一些的聯絡方式 所以我們也建議 如果沒有申請安心手鍊 也可以 將 這一些 家中的老長輩 她的口袋 還是一些 衣物可以 有一些辨識的 不管是在社會局 申請安心手鍊 或是用有效的方式 在長輩上留下聯絡資料 這都可以讓阿公阿嬤們 在迷途時 透過他人的協助 更快找到回家的路 記者李佳龍 潘文玉 高雄報導